字幕提供 9月10月 始終我們這些高質的高質馬 貴初硬是未上歷 而且始終我們大家有點不習慣 所以就差了一點點 但給我們一些時間適應 做兩嘴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我們11月 一開播就是 這個贏霸全世界 第一個星期 五勝一走 天下我擁有在哪裡找 貴初因為每隊球隊的狀態 可能跟上季有點不同 我們就摸到現在 幾大聯賽的球隊 我們已經摸到 究竟他的實力有多深厚 古惑不古惑 我想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11月的月頭 我們是贏到板板 沒錯 剛剛過去那星期 六場球五贏一走 很現實也是這樣說 很多球員這個星期 湧著我們一起 就是加入我們的計劃 希望你未加入的話 可以快點和大家一起 一起贏爆 因為我們贏爆全世界 很簡單 只要你想賣Radio的專頁 找回贏爆全世界的節目 進入的時候 最重要是輸入你所有資料 填上正確的Gmail帳 因為其他電郵帳 很難發送給你 沒錯 最可憐的是 有些朋友問我 鵬哥 你一年有沒有九折 當然沒有 誰指九折 對吧 還有很多經驗 很簡單 因為你看到 一年 整年都買全餐 就不止九折 我們有九大組合 六大聯賽加 另外有三大組合 一個組合就是六個聯賽買完 另外有兩個組合就是買法日澳 另外一個組合就是買特勢英 其實最好當然是買了全部 全部聯賽都買了 甚麼都聽了 剛剛這輪我們五中一走 其實如果你是全餐的話 其實這麼多場合 成賣的倍數也很厲害 因為我們計算最後的倍率 成賣差不多接近十九點二倍 但如果你早買早享受的 我計算過了 就應該三十多倍 對 對 身體五中半一縮平半 對 所以就贏爆全世界 希望跟大家一起贏多些 很簡單 所以大家記住多些支持我們 還有現在真的 差不多載到爆了 你知道香港人真的跟紅頂八 一中的時候 對我們 一中的時候就啪啪聲 不要緊 我們賣Radio的手足 沒錯 他們做事很穩定 不怕你加入我們 他們是複製的 沒錯 現在都是月頭 所以現在加入我們 都一定有你賺的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好 贏爆全世界 謝謝 第三節 第一件事 大家先看看後面的地圖 阿特加斯街景圖 這個非洲的海岸 上面一個大型的島嶼 我真的完全不熟 所以這件事就有William說 這個應該是二十一世紀的瘟疫 可以這樣說 甚至乎 在歷史上 有些大型的鼠疫 鼠疫是多不勝數的 甚至乎在古希臘 古阿典 即是阿典時代 也影響過一些 歐洲 中世紀 整個死亡三分一人 其實最早一次有紀錄 甚至乎被人歸納 其實大鼠疫有大了三次 一次就是查士丁尼鼠疫 這個皇帝我對很多批評 甚至乎大家有去過伊斯坦布 一定會對這個皇帝有理解 他是把東羅馬帝國 由西羅馬帝國搬去東羅馬 不是 他是把東羅馬帝國 由一個全民參與的 即是蘇萊羅馬 就是全民參與的政治 變成極權 另外那次的輪刑 將基本上全國很多人口 殺得很恐怖 甚至乎影響之後 阿拉伯人崛起 因為他們接近阿拉伯兵的邊防問題 結果被人打到鼻子 甚至乎影響了整個國家走向 第二次就是 大家都會認為 在文藝復興之前的暑役 殺了歐洲好像是三分一的人口 甚至乎當時被認為 為何那些人開始對上帝盲目的崇拜 慢慢走向對科學的認知 從而間接促成了之後的文藝復興 這次第三次的暑役 有些人會有保留 其實關於香港事 為何 光綏年間1894年 香港有香港暑役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次暑役在中國發生 經一些商船 在廣東傳到香港 軍役很多時候是經船 交通共有的簡介 甚至是抖而沙士 因為那個煤界 全部煤界是那些塞 在老鼠上面的塞 當時又靠香港那次的港口 一些航運交通 就向全世界散出 甚至乎中印死亡 我想到差不多三千萬人 所以這個極度恐怖 有人認為 甚至主流媒體都認為 相信 黑死病應該沒有了 近十多年 很多專家都說 這種瘟疫 會隨時捲土重來 竟然在今十月份 開始 就在馬達加斯加那邊 如果對國家理解 通常都是那套戲 有套戲就是講幾日動物 就是講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本身是 我記得是屬於英國 還是法國的殖民國家 應該是法國的 其實他們本身 就是一個做旅行業 都挺好的城市 但他們一直都存在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 在東非是不差的 但國民收入永遠都沒有改善 所以很多基建 衛生很多事情 這麼多年都解決不了 加上非洲出名的人口密集 城市 特別是馬達加斯加這些地方 小 而且氣候問題 亦都被認為 造成今次的鼠疫問題 現在根據那個報道 就說死了143人 沒錯 暫時 這個就是影十年來 最嚴重的 但是呢 如果你剛才說 再危險的地方是甚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廳內 真的相當恐怖 因為原來這個是空氣傳播 空氣傳播 空氣傳播 不同以前的 以前大家記得 就是跳膝要咬到 咬到 咬到血 或者它的液體滲入了你身體 甚至腺鼠疫 大家知道 就是 你的人最恐怖是甚麼 中了鼠疫之後 這種病毒 腫了 你的手會全黑 黑死病 甚至全身出冷汗 甚至有人接觸到你 我們拿著手 摸一摸你的頭 那些人都會感染 現在變成空氣傳播 好了 問題來了 所以現在後面出了這張圖 為何會說它會影響周邊這些國家 我跟大家說 這些東非國家 基本上我們對它認知 可能是有限的 但如果大家知道 特別是 埃塞羅比亞 再旁邊的急報題 他沒有說到 這些是極度落後的 我都不明白 為何這裡突然沒有了 那個地方的名字 哪裡 這裡 這裡 這個位 這個位 我又不明白 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 甚至更加恐怖 甚至它為何會說高風險地區 其實我覺得這張圖有些問題 裡面的施威士蘭 你又不明白 那旁邊這些 後面的急報題 因為現在的問題 就是馬達加斯加 其實它是 非常之多這些航運 還有 大家知道現在 就算是非洲 現在的空運 這些空運 很發達的 所以 所以 明天的特別節目 埃塞羅比亞 即是講澳門造業歌 原來一件事 原來現在埃塞羅比亞 那個經濟發展得相當之好 可以用一等分針說 他們埃塞羅比亞人 很喜歡來中國做生意 特別去廣州 我以前見過很多 很喜歡一大二大 很多包在白雲機場 就是有些非埃塞羅比亞的直行 你在尖沙咀 尖沙咀 尖沙咀也有 海防道那裡也有 很多很多很多這些 說回這件事 特別是非洲這國家 它的基建 衛生設施很差 一旦傳染它 它所造成的致命率 可能會比其他發達國家高很多 參考前幾年 在這個西非 即是獅子山的幾個國家 坐在利安 那個叫伊波拉 其實你已經看到 非洲對這一種國家 基本上 是完全沒有任何 觸手無策 觸手無策 甚至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有良好少少 可能北非 摩洛哥 你說其他這些的話 我自己覺得肯 反而會好少少 這個防疫 但其他我就有少保留 所以現在一看 在西方角度來講 它最害怕的是 整個非洲 首先是沿岸 沿岸 原這個應該是東岸 如果那裏爆大鑊 那就不要覺得大家可以獨善其身 因為現在這些國家的人民 它都穿梭來往其他地方 特別是來中國 所以 是廣州 所以 你說有些什麼 冬瓜豆腐的時候 就不要覺得 就說 不關我們事 但是大家要記得 就是 由於這個抗生素的 濫溶 濫溶 很多的流行傳染病 其實已經開始變種和升級了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抗生素用到最後一代 已經差不多 即是絕招進出 再來 如果這些細菌 或者病毒 它進化的話 可能連我們現在 最後一個絕招都頂不住 抗生素這個問題 其實 都是人類自己濫用過多的一個後果 很簡單 大家有看報章 即是東亞 中國也好 甚至台灣 都有些濫用抗生素的問題 有些事情 即是 市場必反 我自己覺得 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 其實是否有些原因 會造成這樣 即是手掌永遠拍不響 好像我們現在說到萬里之外 這些事情 很多人覺得 不是的 好像不太關事 絕對不是 航空的運輸 基本上 引以人之間的勞動 已經很誇張 你現在要說Airborne 你已經知道大問題 所以我們再補充一點 大家會知道整個完整的故事 就是 為何會造成這樣 就是在印度洋的兩個島 一個島的大城市 即馬勒加斯家裡的兩個大城市 突然多了很多老鼠 一個是首都 它的名字是土域 這就是他們的首都 旁邊的一個很有名的旅行城市 叫做トゥアマシナ 其實這兩個是馬勒加斯家 很重要的經濟之處 現在的最想說法是這個瘟疫還可以透過抗生素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當然會做些事情 但做到多少大家要真的看看 簡單來說這個理論上如果處理得好都應該可以定得住 但問題是整個非洲馬達加斯加爾外國家有些相當亂農 一旦傳到那些國家差不多一發不可收拾 傳完之後再帶去其他地方 你說亂農很簡單 其實東非這些國家也不想對比中非 但坦桑尼亞旁邊的國家 這個到現在仍在打內戰 這個中非共和國 他打到之前的基督徒和伊斯蘭那些 兩個打到比林匹蘭 一傳過去就糟糕了 但非洲那些國家的內亂疾病 其實西方的傳媒甚至香港 其實都沒有什麼心機去跟 不會去關注 如果爆到這麼糟糕 起碼我們也要看一看 甚至乎之前我節目邀請了台灣人上來 他就是遇到伊波拉那段時間 在莫里塔利亞 即時撤退 穿馬里 走去利日爾 結果沒有落到那幾個 象牙海岸那些國家 他跟我說 那邊的國家基本上 自己通訊都有問題 他通常是靠什麼呢 他通常是靠那些大消息出來 或者透過大使館這些 他跟我這樣說 這是他自己第一身觀察 但是我覺得 在全球化之下 你應該要去理一理 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因為一旦殺到人 假設你才知道 這是什麼 這就太遲了 這個沙士的教訓 大家都很記憶猶身 我覺得很多香港人都忘記了 我也是 大家記不記得一件事 在沙士之前 其實香港沒有人戴口罩 沒有 今天都不戴 因為你乘地鐵也是 或者巴士最多的人 嘻嘻 哇 我就想 大哥 我健康的 不用戴口罩 你要我戴回去 被你 那個邏輯在哪裏 真的 有一次我乘巴士 就是 那個客家人 在講電話 很久不斷講客家話 我都算了 還有些口水噴出來 又黑癡 又流鼻水 然後有個大姐 你可不可以戴口罩 什麼呀 好失禮的呀 你不能戴的呀 然後我忍不住 就出聲 大哥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失禮人 大哥你戴口罩 你病啊 整隻人陪你瘋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有一宗新聞 我原本想講長細小 但是呢 不知為何 一開頭之後 是威是小 然後就借了 不會借 我有話在這裡 不是呀 那個新聞借不是我們借的 什麼新聞呀 就是這個天堂文件 噢 Paradise Papers 這宗文件 現在連英國衛報 爆這宗文件 其中一個媒體 都說自己借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其實呢 這個Guardian 英國衛報 就連續做了幾天 投版的 但是呢 其他媒體呢 咦 就是跟著 跟著就散了 就不跟了 首先有些人覺得 有開始 咦 巴拿文件之後 又有這麼正的爆出來 那他自己今天都投降了 他自己出了一段評論出來 就說呢 今時今日這個爆料 Paradise Paper 天堂文件爆料呢 都不足以令到大家上街 那當然啦 就是這個文件本身呢 其實都有一些 就是相當之爆炸性的東西 舉個例 英女王 英女王啦 王室都做了一些 就是令到英國人覺得 咦 就是有些問題的東西 那法律上沒有問題的 法律上 完全challenge不到他的 就是簡單來說 沒有辦法 不過 那些人覺得 咦 你王室啊 都就是 在這問題上 應該都照顧回英國的利益 關於什麼呢 就是離岸的 公司被避稅 被避稅 簡單來說 就是全國有錢人都被避稅 去到譬如在加拿大 由歷任的這些總理 總理 都有要遠呢 就是參與這個避稅的行為 Donald Trump的下屬都有 有 爆完之後出來 沒什麼人理會 這個 他們今天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 當年巴拿文件爆出來的時候 冰島 有人上街 令到當時他們那個 總理辭職 辭職 但是今時今日 已經Nobody cares 這樣說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件事想說一下 不過就沒有這個機會說 其實在之前早前 馬爾他女記者 是因為 巴拿馬文件 而去跟馬爾他 的洗黑錢活動 然後 他受到恐嚇 恐嚇之餘 然後他的車爆了 他死了 炸了 現在一件事 吵了兩吵 又是消聲匿跡 又是沒有下文 我可能會比較大 以前對這些 民主等等 但現在經常看 就算你身處歐洲的 發達國家 或者民主自由國家 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如果這樣 這件事 對於很多想跟巴拿馬文件的人 他們都是有一個 會是秘之則吉的想法 但我有一點不同意 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在說 就是上街 上街 就不會好像那個女記者 那麼嚴重的 因為那個女記者就是 彈人匹馬 彈人匹馬 就是想跟這條線 但結果就屬於非命 如果你說集體大型的 好像這個 所謂 就是接命懷疑街 或者其他這些大型 現在還可以搞 問題就是 可能這些人 對這件事已經開始麻木 就算你上街 對香港人 就算你上街 都改變不了現狀 啊 釋法嗎 噢 上班 都是這樣 所以人都是這樣 那個DNA 也好 性都是這樣 就算你香港人也好 歐洲人也好 他都是有個共同的特徵出來 麻木 麻木了 那你麻木了之後 就覺得都不得好搞 是這樣的 所以他這篇文 都是很借的 他說 都達不到那個如期 好像巴拿馬文件的效果 不過呢 這個就不是絕望的理由 實際上的前台節就是 真的絕了望 但是我想提一提 這個文件 至少起碼揭露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Bono U2的主音歌手 他都有搞這件事 對於我們那個年代來說 就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這個U2 其實就是 劃名做很多善事 這樣說 我聽歌 包括聽老牌 U2這隊愛爾蘭樂隊 其實我是很喜歡聽的 他們其實在慈善方面 特別是主音 他們是做了很多這些事件工作 是遍佈全世界 特別在非洲 南美 中北非洲 但是今次爆這單 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關公災難 我只覺得是這樣 對個樂隊來說 他們已經上岸了 沒有所謂 他們都已經 穩救了 穩救了 是不是 但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基本上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聖人 我從來從古錄金都不覺得有聖人存在 只不過你自己怎樣包裝自己出來 就是現在個個都覺得自己在網上的鍵盤都碰了 視為自己是超過於孔猛 但實際可能孔猛都是很多問題 你不知道 所以 他有道德光環那些 例如黃山素姬 所以 現在出來補飛了 所謂 好用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 在政治上面 甚至乎人生所有的路途 甚至平凡人士都好 你的選擇錯了一點點 你可能將你過往那麼多年 建立出來的那種名譽 聲望 一鋪清袋 一鋪清袋 而且真的 你不要以為學那些什麼 十年之後 要學什麼 沒有的東西拿回來 沒有的 這個就是天堂文件和以往的巴勒曼文件 它都是由一個所謂ICIJ 就是世界國際調查記者的組織 就發佈出來的 但消息來源一直都是保密 只不過有個說法就是 他們無端端又收到USB 裡面就有些資料 發料的人是什麼人呢 現在都不得而知 但是呢 這個我相信 就有一定的Gender 為了打擊某一些國家的政要 這樣推斷 特別是現在脫歐 BRISX 甚至乎周邊一些歐洲國家 都有些不明朗因素 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有特 陰謀論地說 是特意放這些出來 再更加打擊你 因為這次牽涉到西巴牙也有份 其實西巴牙也有份 是嗎 西巴牙也有份 我要再去看 因為我之前有幾份文章說 奧地利 為什麼呢 奧地利剛剛選完總理 那個是右翼 右翼極有 西巴牙有的 竟然是一些 藝術家這些我不說 前巴塞市長 現在西巴牙國會議員也有份 前巴塞市長 這個就是比較統派一些 但是他也被人教 這些就是過份陰謀論 那你說甚至乎英國那裏的 那些天堂文件 竟然是主要牽涉在 皇室成員裏面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背後有很多東西 那加拿大也好 甚至乎 很多人會針對主流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不是光看表面 而是你可以去裏面 抽屍摩訊 看看發生甚麼事 但是最慘的事情 就是那些要跟 真正要跟 那些訊息 其實就很快被人刪除了 譬如說 你現在好像這個天堂文件 有一兩個記者 如果想跟進那些線 我敢寫包單 他的下場就好像 那個馬爾他女記者 因為你好像史達隆那麼好抽 沒有關係 你好像史達隆那麼好抽 你都會被人感受 你有Tom Cruise的特工技巧 你才有些機會去挑戰 這個背後不知多大的利益 但是總結就是 很多年 幾兩年前 我在Page 1 講過一個講座 就是 我本書是21世紀資本論 我資本論的作者 講一個論點很簡單 他說其實 最有錢的人 其實是佔了全世界的財富 一個相當之高的比例 大家就不要想著 你靠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真的發達 我不信這件事 所以他就建議一件事 就應該向這些有錢的人 抽重稅 你說在這個世界 是不是很多政府都做這件事 那是呀 但問題是這人懂得避稅 這個無論由巴拿馬文件 至到天龍文件 都是講一件事 有錢的人 通常是不交稅的 那你要將那個社會 要貧富懸殊 要改善的話 我們不要說 徹底消滅 改善的話 其實很簡單 其一件事要做 就是要這些人交稅 不過這些人 以任何方法 死都不肯交的 聰明 就是用他的方法 所以越有錢 越懂得走 因為他有財力 他請人幫他做這件事 我們這些平民 幫我教我走稅 你要控告嗎 就是這樣想 所以我對這些事 很悲觀 我是比較悲觀主義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 你怎樣可以獨善其身 過得好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是全球化 如果你說 你的社會 要省下公平一點 你去抽這些人 省下多少稅 其實已經走投了 很典型的例子 譬如英國 你英國 就是一個福利主義的國家 但是帶頭漏稅的 就是你自己的皇室 我不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英國人都 已經看了有一次 沒有什麼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有人跟我說 關於民主進程的問題 關於民主看法 其實現在的人 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 對民主追求 好像變了質 模糊了 甚至會把物質 凌駕在過往的 左膠最喜歡說的 自由民主的東西上 所以現在的人 對物質的追求更多了 你留意 其實現在很多國際 iPhone出得這麼密 原因都有 這裏說太偏 不說 但是這些文件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看看 作為新聞工作者 其實應該很詳細看 至於跟論方面 大家在這個時代 其實要小心很多 因為事實上 香港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有 只不過當事人 未至於要身亡 但是都已經受皮肉之苦 而且好像聽聞都 停了 跟著都沒有再討論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